各位同仁請就坐 我們開會喔 第二屆第四次定期大會 第15次會議紀錄 已經放在各位同仁的桌上 請自行參與 各位同仁對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會議紀錄就確認 沒有意見 剩修信憲議員一個 沒有就確認 向大會報告 今天的議程 為高雄市知事條例 送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或被查之處理情形 專案報告 報告之後 發言議員依照登記順序 第四次發言為10分鐘 如果需要發言的話 可進行第2次時間為5分鐘 報告順序 總共 為10案 總共 為10案 我們 有 社會局 我們 有那個 那個 醫事組主任 你 把那個 總共事案 先讀一次 總共有10案 第1案是由 社會局高雄市政府 你朗讀一下就好了 總共10案 議事組說明如下 今天的報告順序 今天總共有10個案子 第1案是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的案子 第2案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第3案是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第4案是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第5案 也是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第6案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第7案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第8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第9案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第10案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依序請 市府相關的局數從第1案開始 報告 謝謝 第1案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報告 社會局 高機長 主席 議員現場所有的 首長 這邊報告 我們高雄市公益彩券 以基金設置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我們 是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提報 那已於8月2號報送中央核定 並於9月30號已經 接獲中央核定 函 修訂的內容 沒有做任何的修訂 已經完成程序 以上報告 好 第2案由佳東局 佳東局所送的高雄市停車 作業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4條的修正 在 今年的10月27號 業績行政院 已經核定 已經核定同一備查 好 請坐下 第3案由那個教育局 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交易局報告 交易局所提出來是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 我們議會通過以後 議會通過以後 在市政府在105年7月4號送行政院 在8月24號核定同一備查 內容沒有差異 第4 5案由我們海洋局 海洋局報告 高雄市散板漁法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修正條文 我們已經在7月20號送到農委會去備查 然後農委會是在105年 10月26號他轉報到行政院要 請行政院核定 目前在行政院審核當中尚未含復給本府 第6案由人事處 第5案對對對 第5案是高雄市陸上漁溫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3條及第14條的修正條文 我們在 6月14號已經都報 那個 農委會 然後農委會也在9月9號同一備查 以上報告 第6案由人事處 好 副議長各位議員 大家好 早安 那第6案是我們 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第6條及第14條條文 以及編制表的修正案 那在貴會 6月韓 山主通過之後 我們分別在 6月29號韓宋 行政院 7月20號韓宋考試院 那都分別獲得 在行任7月20號備查 考試院是7月27號同一備查 以上報告 內容沒有差異 謝謝 謝謝 第7案由金發局 各位議員 金發局所提的 就剛剛是特定行業管理 知識條例的部分條文修正 那在3會集通過以後 我們在6月10號 抱怨 那行政院在8月5號 已經完成核定 沒有任何條文的更動 謝謝 第8案文化局 文化局 主席各位議員大家好 文化局報告是高雄市 專業文化機構設置的自治條例 在105年6月15號 經議會三讀通過 7月7號 報送中央合定 然後在9月19號韓文 同意備查 中央業已備查 無任何文字修改 謝謝 好第9案 獨發局 獨發局 副議長 各位議會的議員 第9案是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那這個這個案子在今年的6月2號經我們市議會三讀通過 那本局也在今年的6月30號依地方制度法報行政院被查 而行政院也在今年的9月19日同意被查 所合定的版本與議會通過的版本相同沒有差異 以上 第10案有何農業局 主席各位議員 農業局來報告 高雄市這一次是高雄市東部保護自治條例第5條修正案 那麼在6月22號1月三讀通過以後 我們在8月18號送行那個中央合別 那麼在中央9月7號 已經同意被查 那麼版本 沒有差異 以上報告 好 我們專案報告 10案都有報告完畢 我們有登記的議員由邱俊憲 一位 10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首長辛苦了 那個議會 對自治條例 這一次的定期 這一屆的議會是非常重視 然後謝謝 法治局跟相關同仁的協助 基本上 雖然還沒看到行政院合定 主管機關的部分 基本上是同意沒有意見 我相信行政院應該也不會有太多的意見 應該是會 順利 那這邊 幾點 提醒跟建議要來 要來 跟大家 溝通一下 就是 像交通局的提管基金 那時候其實修正的自治條例 其實 把促進大眾運輸發展的相關支出 放到提管基金可以自用的部分 那這部分自治條例既然通過 其實要 也很期待交通局可以妥善運用提管基金 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 高雄的大眾運輸 它還是不夠完整 不夠完善 所以這部分 既然議會 支持 然後來修正這樣子的 支出的項目 可以放到提管基金裡面去使用 我這邊真的是期待 交通局不要只是把它放在那邊 而不去使用它 要把這個 這個部分的功能放進去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在這邊想請教一下海洋局 我們第 第五案我記得那時候在修正應該是 為了那時候的航海的一些補助 那這部分行政院還沒 還沒 行政院已經被查了 所以這部分我們的工作都已經完成 那這部分 謝謝海洋局的協助 然後另外一個 新任的文化局長 剛上任沒多久 那 上個會期 大家也花了很多時間 在處理行政法人的部分 那這邊 要提醒新的局長 一件事情就是 當初在通過這個 自治條例的時候 其實 對於美術館的部分 其實大家還是有一些疑慮跟擔心 雖然自治條例已經過了 然後 議會這邊也授權給大家 去做這樣子的調整跟處理 可是 對於美術館跟美術界的 這些朋友的溝通 在這邊要提醒局長 我們要持續的去做 然後 在做的過程裡面 也要適度的讓我們議會 這一些同仁要去了解 不然 每次等到 又等到要送案來審的時候 大家又開始在那邊爭議說 到底 有沒有去做適度的溝通 有沒有去做適度的調整 我相信在參與的過程裡面 讓大家更多人知道 然後讓議會更多 關心的議員 去參與 我相信會對 我們這一些 專業的場館的未來的發展 是一件有幫助的事情 以上幾點 來跟大家 做一些意見的 交流 以上 好謝謝邱委員 邱議員 謝謝 把你選一劑 那個 向大會報告 因公務委員會 有異動 他們根據異動的結果 是 原來是 李梅貞議員 現在改為 推舉 許惠議員 所以在這邊向大會提出報告 邱文明 好 沒有意見了啦 我們今天的會議 到此結束 三位 謝謝大家 好嗎 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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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